字幕提供 大家好 歡迎收看星視廣場 小片在這裡 市場正在回落一點 低位升級的都是星視廣場 也很聰明的 昨天也有跟到外圍上 雖然不及美鼓那麼聰明 好像沒有發生過事情 現在很厲害 對 好像一場誤會 就說沒事了 所以就說誤會了 還可以了 而且工帳也沒有了 又給大家機會留下 錢比較少 又是搞定了 美國也有搞定了 港股這邊還可以的 港股還可以的 都承接到了 但是現在在17500 增持著 朋友們有沒有買得多一些 港股相關的ETF 對 凝付基金也有些 但是大家看到升了上來 開始不少都懂得吃虎 去到17500 雖然還沒回到我們去旅行前的那些 如果你說資金流來看 也算是有些虎食 如果你說看回指數上 對上交易也很明顯 上到175 176這些位置 雖然五十天線昨天有些頂著 今天也是回到這些位置 上面還有一條一百天字的176 177附近 所以耗倉的朋友短炒 薄反彈那些 有些都開始吃虎了 你看到四千多萬的資金 流出恆子的虎倉 上面加回一些淡倉 反手做淡的指數上 銀碼差不多 加回四千多萬的資金 就部署恆子的坡倫和紅症 主要都是薄紅仔多 我們看看擺位去到哪裏 升到上來擺位都有點不同了 譬如牛症方面 之前紅症多一點 現在又去到一個接近五五波的狀態 五成一對四成九牛仔偏多一點 軟牛加近牛 加倉也不少 去到一萬七千一 一萬七千二 暫時的牛症重貨區 相對其次張數也有過千張 所以你看到很特別 突然間一條巴巴凸出來 大家就是拚它再上 但今天就 賠回一點 賠回一點 未說很緊迫 因為距離現貨也差不多 四百零點 如果你說紅症方面 大家就走了一些近的紅症 夾上來有點害怕 移回一點 不過看整數位 一萬八點附近的紅症 就是重貨區的位置 卡在中間 現在175的話 兩位又怎樣看呢 又沒有機會康復 又沒有機會康復 我買了一七五紅仔 昨天打死了 我坐火過週末 其實也預計要死了 不過就 想著他會不會有機會落一落 才再升穿 誰知道一摺就升穿 今天才來看 對 雖然其實也不是回得多 一萬七千五都反覆 很難看 他好像呈現了 又落了一格之後 在下面這個梯級 又做上下波動 上下波反覆 但我是淡底的 我還是淡底的 即是還在撐位 打算出手 我還是淡底的 我也不知道出不出手 我出手是個股 指數很難看 我不會看 我是在動態上銷售 但上星期 我已經退後 到昨天一夾 我去局減 退後再等 你也好 還可以退後 盡退後 我是很薄的 我的淡底位 我是在17000點買17500收回 其實我買五百點 其實理論上應該要減 但我就是 因為我住碼不搭 即是用住碼已經控制了風險 所以就算了 這刻的股市我都形容為偏強 即是升了幾天 暫時還在高位叫做磨 是 真的 不要磨太多 磨太多 通常是磨的 磨一兩天就好再夾 沒有承接就好像差一點 你不夾的話就磨 是啊 不夾的話就磨 這個 現在正在整顧遮會的四十多點 成交都差不多三百億了 叫做好一點才 前一陣子真的 做到 很可怕 下午可能是三十點 我都說去我二十年前做女生的時候 做女生的時候 做女生的時候 剛開始出來跑財經的時候 所以你去旅行的時候其實挺好的 沒問題 沒有錯過任何事情 是啊 回家裡有 我想如果我在這裡 我可能會搏 我想我會搏它再跌 那我就輸錢 因為其實 那不是要很多 你現在還要炸餐飯 不是要炸餐飯 是啊 會的 我們一會就完結了節目 是嗎 好啊 我想吃鐵板燒 你決定吧 請吧 聽說不知道旁邊 那次K好請過我吃一圈 挺好的 是呀 龍蝦寄身 是嗎 對呀 很可怕 龍蝦要爪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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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爪 很漂亮的蝦爪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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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爪� 不過就去到一毫子的樓梯 如果你說進取少少的話再提高一點 有隻25171就稍微進取一點 鱗戒有小顆一點 就可以細小珠的搏一下 後面那一層就可以25171換上去 如果你用2475就可以換過去又便宜一點 你當可以只賺了 嗯 沒錯 向上換碼就是25171和槓桿都差不多 但是可以用小些珠碼去搏 好啊 如果是淡倉呢 淡倉來說就有少少尷尬 因為它在升上來 之前說的23432就變成一仙多 當然不太建議大家再入場 但如果你說近一點那一隻25137 因為都很貼價 是18元行使價 那它連價1%都沒有 所以這個鱗戒就大了一點 兩毫多支 OK啊 可以接受 兩毫多樓下都可以 OK 八倍槓桿 我們陸續都在推出新的產品 等等 25137 這隻就是淫富的潑 不如說回過股的情況 過股資金樓其實就是兩個方向 一個方向就是新鮮的 就是反手做膽 吃口瘡反手做膽 比較多 落後的就是部署口瘡追落後 第三個方向就是部署業績股 好 說一下ATM 好啊 ATM騰訊就真的比較差一點 雖然是搞笑的 業績上來說 它比阿里網絡的數目 是真是英俊的 但又沒有阿里升得那麼好 落回來這些位置 還是整固 差又不是很差的 手要調十天線三百七十元 這樣吐來吐去 但你看旁邊的桌子 那隻巴巴升得那麼厲害 他又不足夠 對 為甚麼呢 就是有點黏 所以見到錢都不斷追落後 就是看市場 覺得騰訊不可能不升 這樣的態度 合理 我覺得既然業績浪到底的話 跌下來會是機會 不是因為業績差 業績差你不斷打 你不賭 而且他又開始做回購 對 所以見到大家都是 資金流部署騰訊的豪倉 是不是只有1321 沒錯 好 也很明顯是一條巴巴 大到 是呀 扯了出來 這次我不覺是跑出 我不覺意回來了 你減了 是 2、2、4、8月 然後我說 你是不是到期呢 然後再說一聲 那天我在歐洲菇 在歐洲菇 然後回來了 不是呀 你們是2025年 八月 對 他現在又回到我的買入位 對 我覺得可以做 不過去完旅行沒有什麼錯過的 對 沒有什麼 對 我也回來了 所以其實我也想看一看 不過我對市場也是覺得 你不覺得這一期市場也升得不全面嗎 是有夾 但是那些什麼 中移動 三桶油 三大電相 三桶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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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些厲害 中移動好一點 有故都是一般的 內銀就抽了上來 然後你跟美團有幫忙 騰訊就不肯動 是 是 認真一點 認真一點 不夠全面 所以我就說 為什麼對市場也有一點保留 這樣說就跟之前不同 之前可能是新的 新的經濟能力 沒錯 接著是新的經濟是升一點 不升一點 新的經濟是升一點 不升一點 沒錯 所以我覺得 有點難選擇 對 複雜程度高了 所以真的難選擇 不過初靈靈靈 他今天就 看看 牛逗逗 370元附近 牛逗逗 有少少做頂標 壓住 對 可以再看看 如果他有機會突破 站在380樓上 去買好倉就會更穩陣 嗯 可以敲一下位 保持這隻 13217 大家都知道 偶鬥一點 長身一點 直選度低一點 給他多一點時間 行洗價也是貼價 410元 他也是這個價 所以保持這隻 13217 13217 爸爸呢 爸爸的倉怎樣 爸爸 爸爸 看到他補了裂口之後 其實上日的資金流 偏淡一點 你看到大家都懂得吃虎 最多流出的好倉就是阿里巴巴 好合理 由業績前搏到業績後 再搏到補裂口 我覺得 夠膽搏業績後那一班人真的很厲害 是啊 很難得 真的 如果一條數一般搏 但是肯搏 這樣 抵你贏的 都是沒有期望 沒有失望 有些 當然他也有點憧憬 又是說股通那件事 是 持續有件事能美 繼續強勢 暫時都突破了之前很大的阻力位 七十八七十九元那些位置就破上來了 暫時都是高位整固 昨天也出了一支上映線 對 80元附近 如果你說跟資金流做淡 也有卵症值得介紹的 就是這支25269 25269 為什麼會這麼值得提出來呢 就是原來阿里巴巴的搏卵 如果你說價外來看 大部分都已經是一兩仙 或者短期一點 因為他們的搏卵比率比較大 50對1 所以都比較小 太小顆 有一個一仙的風險 但是我們這支是價外 獨家條款 十對一 六千多的產品 而且槓桿比較高 所以如果你說是看淡阿里巴巴 又想避開收穫風險 找一支搏卵的話 就不妨可以留意這支 25269 非常獨家 今早上是不是有人說多謝 是呀 是這支 今天留言 多謝 就頂了十幾格 恭喜你 因為十對一非常敏感 恭喜你 是呀 這支 九九八八搏 有些其他那支還是在間內 還有大價 豪靈子 所以你要小小顆 有搏短炒果 這支就非常適合 是 好 現在是九九八八搏 要和大家提提 有一個好倉果 就25417 越來越貼價 上到這些位置 所以都 豪靈子的產品 5倍多的共鋼 明年3月才到期 25417 看看搏好倉果 會不會再後衛再補處 好 25417 嗯 我三八八隻好倉 我先等一等 我昨天買了三八八牛的 是呀 是呀 我就搏個市 看是否有機會成交再上 然後再夾 是 現在就在磨 嗯 再給它一兩天 如果真的要磨 就不走 我覺得這些位置是抵駁的 二百三十元的三八八 還未很明顯的 你假設市要夾的話 我想三八八這些位置是抵駁的 是 資金樓也有 是 很聰明 大家都是追落後的 對 每天都在 升了 七年來未升 三百萬未升 都是這個套路 對 如果你說看好倉 看看這邊產品有沒有適合 好倉 如果好倉 對 好 OK 因為其實每次要確立一個轉勢 三八八一定會走 是 如果它不走的話 通常都會覺得短鈔 走一走的範圍 就算 即是太乏了 說外國 保持動態轉移 對 這樣 留意這兩天的情況 都是另類的指標 是 三六九零有沒有看頭 我搏了 搏了 是嗎 我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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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雞雞自己抽上 它的醃脂又未出 現在又搏在這些位置 是 但我覺得它是幾隻科技鼓裡面最弱的 是 它之前是挺能量的 是 但現在開始感覺到它不太能量 純粹看圖形 但街上對它的看法又如何 可能我逆著街上做 不是 因為它是新鮮上來的 所以大家都是陳哥這樣去部署它的淡創 你看到資金流昨天來說也是偏向多一些 接近200萬的資金 部署它的坡卵和紅症 沒錯 如果你說3690坡卵 還有合適產品給大家看就是26227 26227 對 這隻是一成幾架外 對於比較大波幅的美團來說不算很架外 四倍多的槓桿 今天是25年2月底 2月中就到期了 是嗎 3690 2627 2627 沒錯 適中的條款 如果有些朋友想覺得有機會再夾 哇 這隻2165已經夾上來了 之前跟大家說 如果是薄反彈 這隻很和味 因為它是貼價 年期十月到期 高槓桿的選擇 是七倍多的 這隻 現在在做一毫四先七 譬如說 幾日五日前說 其實它也是在挖一毫邊 都已經差不多四十幾五十架 昨天更厲害 這隻就是貼價高槓桿的選擇 但是 提醒大家十月到期的 這隻真的薄短線就好了 這隻 多線就貼價 這樣比較容易操作 沒錯 看業績 沒錯 短線一點會比較好一點 如果你說要中長線 我們也有 但是三倍多的槓桿 未必合大家為口 我們也有的 2696 比較中長線的部署 25年7月才到期 三倍多的槓桿 今天沒有 沒有開到紅 坐著 今天專心工作 專心做節目 今天的波幅也不是很大 我也不知道 整顧後 好像在等著 究竟我繼續上萬八肚 還是休息一下 也要下去萬七 哪好 就卡在中間 所以是難做的 對 我想說過期指跌大了 過八點了 過八點了 17498 現在 穿了17500 現貨也是 穿了17000 可能A股真是一般 A股還是低 是啊 大貓Bill也有說 如果決心想18000 在成交約的情況之下 我認為拿下16800 比較好 因為只想18000成本 太昂貴 大貓Bill是這樣的平衡 對我的美團潑是越來越有信心 26227 26227 26227 又想轉燈了 準備 如果市難炒 我看到觀眾都開始問業績股 業績股 業績股也有些錢去部署 最近1024 正正地有些錢去撈一下 現在開始 今天就業績了 業績了 今天 今天 順年好像是收視口出 明天排賽 有人說 會不會受為電商業務 和廣告增長 看看他的指引如何 是不是22787 沒錯 這隻就幾適合玩 越來越 四倍的槓桿 很大成交 其實也有些人玩一下 博業績 對 今天很多人進去搏 都是那句 22787 快手的叫很難出 出得來 通常一開始 槓桿比較小 兩三倍 現在這隻就漸漸地去到四倍多 還要年期六月尾才到期 如果你說 市場值算會低一點 人生波幅敏感度也會低一點 可以留意這隻 22787 我也是那句 上次出業績六十多元 上次出業績四十多元 無論如何都值得 還有他自己的業績也不錯 就是他自己的業績也不錯 就是他自己的業績也不錯 譚花一見 就是這樣 現在沒了20元給你搏 自己想 現在這條街是不是應該是勝預期的 理論上 1024條數 往職幾次都是勝預期 嗯 但是股價就不自然 對 沒錯 對 對 每次都很憧憬 哇 勝預期 就是這次也搏不到 總會有一次搏到的 就搏你這次 我想對於一些從未玩過的朋友 這些位置就很直搏 真的嗎 你沒有贏過沒有輸過 對 但是四十多元給你搏業績 搏一份保持好的業績 整體都是比較偏向整固下面的位置 整固整固整固 近期四十二三個位置可以打到 嗯 定了一些位置 對 可以試一下 自己研究一下 OK 二二七八七 好 接著就還有另外一隻 小人提點的二三八二都是今天出業績的 我試 好久沒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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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十五元嗎 嗯 OK 如果上了五十天線就更好 對 上面正在試了 就是五十天線 昨天開始試了 今天有點頂著 我那時候真的靠能量吧 贏一隻二三八二 是啊 但是因為業績 他上個月已經出了營起了 所以大家都大概會知道 有個預算 究竟業績大概是怎樣 但我昨天也有聽說 我做節目 說二三八二業績難解的地方 就是他每次都是一些 什麼樣的 或者分析員口罪太好了 哈哈哈哈 就是已經供陷了 你已經 供陷了 搞不定 還不到拖 明明是出了營起也OK 然後大家就在等個議員 哎呀 就差勁 是 暫時就五十天線 看看睡業績有沒有機會 帶到他再想 去修復 但是如果產品上來說 又值得一提 又有些獨家的東西 介紹給大家 是 今天就是二六一八二 二六一八二 有什麼特別呢 就是如果大家短線 要博一個業績 想要一些高槓桿一點的產品 就是這隻二六一八二 因為槓桿是全場 包括牛症 槓桿最高的一隻號創 今天又是很多人湧進去 很多參與者 是呀 騰仔駕就稍為價外一點 但也是想對一些 短線的操作 給大家多一些產品 選擇 到期又到了明年的一月才到期 為何說它刺激呢 就是因為它是十對一的產品 所以獨家條款 大家可以留意一下 所以現在是港股 你買港股也是博的 你不如找一份業績去博 是 最簡單 行不行就走 是啊 但是說明博 大家要心理準備 因為有時候你港股 就這樣博的話 你不知博到何時 博一個月負一年 都是這樣 那我有一份業績 我知道了 行不行就算了 有個期限 是的 有期限在這裡 不知道博些什麼 我終於明白 大家為什麼這麼喜歡博業績 就是這樣 好像賭一下 就是這樣 就是這樣 真的有一點好像賭大小 老實說 你不知要出到底是怎樣 當然用住碼控制風險 對 但是至少叫做有野薄 有時候很差 業績出了之後 已經沒有反應了 對 反應就是那一刻 或者說有些滯後 有些是業績出完那一刻 業績好 然後回 但是第二天才在上 對 因為是回 以為很差 然後突然大行報告一出來 又唱好 對 然後一天就醞釀了 又好像沒有相中那麼差 對 然後又夾 廣故真的少到細胞 但是值得的 贏錢就值得 對 最重要是贏 我覺得有些港女的感覺 我不准你這麼說 一方面就覺得 唉 這麼煩的 第二方面就 唉 好吧 肉霸不能的感覺 他在泰國東西 口龍通 對 隨便吧 第二時候就是會做蛋糕給我吃 哈哈 吃吧 一口沙糖一口糞 對 所以其實真的是難搞的 不過應該可以 試一下搞 我覺得有機會 就是2012 對 市場獨家產品 都不妨可以留意 好啊 今天有好幾個獨家 真的 有9988 有369 有2382 對 厲害 說回一些大陸的東西 就是金 金真的棒 真的棒 有些看透的東西 對 是不是 那隻 換了一隻26325 又如小珍華仔 預破頂 就真的破了 真的預破頂 昨晚再破 對 我最近有一個新的體會 什麼體會 關於金 有些朋友很喜歡博紫金 焦金 對 但是有時候 我看現在金價破頂 其實它們全都還沒有破頂 是啊 既然如果你是看金的話 你如果買了那些 其實你會很頂 咬了我不跟閒 對 但是你嫌一些 裝備不夠高 你買二八四零叫就行了 是啊 其實你也是要裝備高 最直接 而且你至少看對的東西 它真的會跟閒 沒錯 而且是很便宜的 是啊 要十倍八倍 絕對不難 沒錯 而且今天的二八四零叫 又真的 每次大家吃完 再回來又再吃 都算是有些位置 讓大家去做鋪作 如果你說炒金 如果你說都可以保持這隻 看好的話是26325 26325 對 相信大家會留下位 對 那隻二四零五百毫七指 叫買現在兩毫半 好厲害 好開心 好多格 金真的不得了 好多格 但現在可以換的 換一隻26325 又有一些入訂 因為學了價內 二四零五百 沒錯 26325 26325 繼續坐吧 我覺得你的美金弱 你的金就極有個抱 當然要留意有人吃糊 是啊 沒錯 去到兩千五這些位總會吃糊 吃一吃 可能走一個小平台 才一百 一百 一百 很正常的 大家都只是搏去破歷史頂那一刻 是啊 如果你說真的長渣 當然 考慮你買ETF 2840會好些 你炒得卵 就擺明是有一個短線的操作 所以懂食糊也很重要 因為有些卵 可能看到時間值越來越少的時候 你要懂得換馬 懂食糊 懂得走動 如果你是坐這個ASCAM的召喚 還有這款也不錯 我覺得它起碼都去到一月 長長挺新的 還可以坐中性一點的選擇 沒錯 說到潑蘆 有些人都反手博它一個回圖 有一個25311 市場最貼價的產品 25311 潑蘆 1650的行使價 8%價外 年期方面25年5月 才到期 十倍共趕 也有 厲害 十倍共趕已經沒有價外 對 沒錯 又是人們博一下短線 很長 5小時才到期 對 因為窩底的共趕 很不錯 所以一對產品給大家自己操作 非常好 對 擔心金浪度那麼高的時候 一下子可能要消化 薄這個Profit Ticking的話 可以做25311 好 差不多了 最後說到油 說到油 油價75 下來了 883油 所以其實沒什麼力 那些油 保持20元 那些油 沒什麼大反應 那些油 上個星期我都心思思想 猴子26629 883 也是這隻 只有猴子 因為它沒什麼突破 所以我沒有 先坐著 不是 先偷著 26629 857就是26444 兩隻都給大家參考 今天都跌三件 883是沒有膽創的 883之前有看是否剛用線 有特意出 不錯 25514 一成幾架 我25年二月 六倍幾槓 這個很厲害 小人提 對 對 對 2514 那些人可能不敢搭 還有前一陣子跌得厲害 對 不敢再搭 不敢再搭 不過其實那些油價 其實不是那麼英俊 是 對 沒有很多人說 都擔心經濟情況 就是recession 不只是說美國 可能經濟放緩的風險 令油價 對油的需求 用油的需求會減弱 現在都跌了1% 不對 油跌得很急 難怪油股也很低 73% 73% 不下 這裡 跌得很急 支持位要看著大概 都是71 12% 如果再穿的話 有點危險 對 有 大家要留意 可能代證 只要搭也好 對 25514 好 謝謝小編 先來新夏 有沒有持有上述所說股份 本人沒有持有上述股份 好 謝謝 我們休息一下 再繼續跟大家聊 拜拜 好 好